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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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在一条影片我都讲过这个类型, 那条影片好像在半岛酒店其中一个早餐片, 一早到半岛酒店外面尖沙咀海滨公园讲过, 很多人都出来搞饮食,我都奉劝大家不要轻易踏足一个饮食业, 做饮食业是很艰难和很辛苦的, 还有还想跟大家讲,做饮食业的老闆都是很辛苦的, 为什么呢?你出来打工,你都要受老板气而已, 你做饮食业的老板,你又要受伙计气, 又要受厨房老气,又要受客气, 是啊,做老板都要受伙计气,为什么呢? 就是今次所讲,围绕着香港的饮食业, 就是建业潮,或者一些发展,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香港人北上,消费, 就是有什么恩由在里面, 就是跟大家又谈谈这些事情, 我声称职人吹水, 都是将自己在香港自身几十年经历过的, 就跟大家分享, 那些其他资料搜集,或者那些什么, 因为我看完我都不太明白, 我都是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 还顾在香港做饮食业, 现在面对什么问题最困难呢? 很多时都是一个人手的问题, 人手是长期不足够的, 还有流动性太大,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 会回到大陆消费,大陆食, 相对来说大陆会比较稳定, 服务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这样, 我都在很多, 有时出去玩自助餐的影片, 我都会说, 你现在进到餐厅吃东西, 你首先吃了装修, 吃了招呼, 才吃了他的东西, 唯独现在香港, 你门面是有的, 你现在一般什么兵式, 都富丽堂皇, 那些东西很怀旧, 但是第二样的招呼, 你的招呼, 完全是, 一些官方的说法, 永远都有一个进步空间, 一些官方的说法, 我们很多时候, 以前做一些大集团, 做一些酒店, 都是这样的, 你的部门永远都有改善的空间, 这样, 这些改善空间, 是不是达到一个最低的标准呢? 现在很有趣, 我们去外面, 你即使去茶餐厅也好, 去什么都好, 越大集团的招呼, 就越差, 是不是他们真的想做到这么差, 或者做什么呢? 我可以用行内人的角度去分析, 给大家看一下, 哇, 这些东西很差, 特别是一些大集团, 上市, 卖了盘给人, 那些, 没事的, 长时间看着盘数, 看着盘数, 你长时间都用那个价位去请人, 你在市场, 你永远吸纳不了人, 你吸纳不了人, 永远都是不够人, 你不够人做事, 你只是一个循环而已, 是吧? 当你一个位置站在那里, 你要兼顾四五份人的工作, 那你很多时候, 你将一些负面情绪, 发泄在你的工作那里, 这样, 你的负面情绪发泄在你的工作, 其中一件事, 你便会发泄在那些客人身上, 没事的, 我都做不泄, 你还要在那里这么多东西, 那就是这样那样, 那是否一个服务性行业, 应有的态度呢? 这个绝对不是, 我当时做服务性行业, 那我时常都自己说, 你做出品部也好, 做餐楼部就要更加啦, 因为你是直接对着那些客人, 那我们每一次出去, 那餐楼部, 做一些服务性行业, 那我不是说, 就是要令自己, 没有了自尊严, 没有了自尊那样, 那我们是要用一个较高的意识去面对, 那我经常都说, 我在那个压架房, 我们要换衣服房, 换衣服出来, 一关在压架那扇门, 麻烦你, 将你自己的自尊心, 都放在压架那里, 你出去, 你就要面对你自尊的工作, 你毕竟一个服务性行业, 无论你餐饮业也好, 一些公共的服务性行业也好, 譬如你做旅游也好, 你做销售也好, 做什么都好, 你很多时, 你都要每日面对不同类型的顾客, 我做了几十年饮食业, 我敢说, 什么顾客我都见齐了, 我经常都跟朋友, 跟师兄弟说, 或者跟小弟弟说, 我做了几十年饮食, 见尽了百态, 什么人都见过, 我们看人很准的, 什么叫观人于眉, 看人眼耳口鼻的小动作, 已经知道人是想怎样, 我们做餐楼, 都站在餐楼看档, 做管理看档, 我们是看这些, 看客人坐下, 我们要认识客人, 要坐在哪个位, 他什么时候来, 他什么时候叫什么, 全部都心中有数, 我们这叫做看档, 现在那些看档, 基本上, 你进来, 坐下十几分钟, 都当是看不到, 或者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进去, 那间餐厅, 你看那些楼面, 每个眼神, 他直视的, 他做那样东西, 他只是看着那样东西, 他不会到处看, 不会到处看档, 一个称职的楼面, 他永远都会出来, 擦一张楼面, 擦一张楼面, 擦一张身座, 擦一张身座, 有些人的需要, 但你现在, 去到那些大集团的酒楼, 那没有, 永远, 你做那样东西, 就做那样东西, 为什么呢, 我都做不切, 你还要看这么多东西, 我哪里搞得切这么多东西, 没讲什么应有服务, 或者应有什么东西, 那些那样东西, 特别上, 现在有很多都是这样, 那我们自己在饭吃东西, 我很多时候出去吃东西, 那我就很少跟别人, 那些叫做同行, 有些什么, 有时见到做到这样, 我只是说, 那你都很辛苦, 每天带着这样, 抽一些负面的情绪, 在你的工作里, 你一天还要做十个小时, 我只是进来喝茶, 喝一个多钟, 那我不辛苦, 或者什么什么, 因为讲这个, 就只是其中之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 就是说, 讲我们今天的主题, 主题都讲出来了, 三送饭, 香港, 有很多饮食业, 倒闭了, 我经常讲, 一鸡死就一鸡, 在这个疫情期间, 有很多固有的行业, 已经受不住这些疫情冲击, 小药冲击已经不见了, 例如卡拉OK, 或者有很多固有的餐厅, 那些人全部转去哪, 不就是这三个字, 三送饭, 等同雨后春笋, 到现在都是, 隔不中那些急铺, 转一间三送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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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间三送饭, 一间三送饭, 可以跟大家讲是不是的, 那这些三送饭, 在我之前, 我也有些影片, 不过我不记得哪些, 我很多时候, 这些自在餐, 我出去玩, 那些早餐片, 我都吹很多这些, 这些三送饭, 我们八十年代初期入行的时候, 小弟就已经在做的了, 这些三送饭, 不是什么新的, 但是当时的三送饭, 他没有在街铺, 完全没有在街铺, 在哪多呢, 在那些美食港场, 商场里的美食港场, 美食港场一定有一两间的三送饭, 有一两间, 如果规划不好, 可能整个美食港场会有五六间, 大家斗价斗得很紧要, 当年八十年代初期, 即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 做到九十年代初期, 小弟都做过有好几间, 那时候, 二十元两送, 二十五元三送, 一送饭品, 一送汽水, 当然那时饮品, 没有那么多咖啡茶那些, 当然现在就什么都有咖啡茶了, 我都说了, 现在的奶茶咖啡, 冻点茶冻点水, 已经沦为一间餐厅的配角, 因为以前那些咖啡茶, 你真的在茶餐厅才能喝到的嘛, 现在这些咖啡茶, 你去到一间喉宅粉面, 你又喝到, 没有东西的, 说个角落看好的仔, 做一个茶餐厅, 做一个水餐厅, 没有个师傅看着, 谁有空就谁进去去做, 因为现在那些人, 你不会特别进去, 为了一个水茶去喝, 你可能会为了一杯真汁奶茶去喝, 或者现在的手打柠檬茶, 那些药水的柠檬茶那些, 你会进去喝, 但是我们就很少喝, 间不中,试过一次后,哇,这种味道,这样都可以 如果那些医院教的药水,教到这种味道就有借镜了 你弄到这种味道,那种药水一定不能卖了 以前吹我们这些三送饭,一般来说都是一个师傅 或者扔着一个年轻去做,做二十多三十款东西 那时最受欢迎的那些,会有些蒸肉饼,番茄蛋,鱼香茄子,麻婆豆腐 那些都是相当之受欢迎的,我那时做 那我会做些梅菜扣肉,我会做一些自己做的叉烧 那我那时都会自己做很多东西 因为大家斗价都斗得很厉害,二十五元三个饭 要用这个饭,还要送一些饮品 那当然现在不是贵很多,现在三十多元,三十多元 甚至乎你黑脂牛仔骨两个都可以吃 那我们以前没做这些东西 那以前做过咕嚕肉就已经是相当之好的 但我们那时做的咕嚕肉,每间都做成一堆东西 但我那时做的咕嚕肉,我已经是没上粉去炸了 我们就这样煮,很干身的咕嚕肉 即是凸显了一些三宋饭,你怎样去转变,怎样去成 我们那时还会做一些蒸鱼,那些蒸鱼,我们就控制咕 卖完二十份,那二十份卖到差不多剩下五六份了 那我们才又去蒸,很多时我们都是在门面控制那些东西 那你这家东西就做到奇门如是,不单做蒸鱼 那我们就会做一些红衫鱼,那时候我们会收红衫鱼回来 那些红衫鱼都不是什么很漂亮的东西来的,是吧 那样都是用一些基本东西,那我们用一些很浓的盐水 就去浸泡去洗它,洗干净它,即是炸到连骨都脆了 那你怎样会不好吃呢 那我们一个职业厨师就是说,我们要将那些厨艺 将那样食材发挥到一个临利尽致,就是我们一位职业厨师 那很多网友都说,喂星星师傅 那你在家煮东西,那你日常在家公司做 完全是两码子不同的事来的 两码子不同的事,那我们日常一个工作要处理庞大的食材 在家里就是说切两条粮瓜而已,那我们在外面做 只是切粮瓜切三十斤,那你不只是一个粮瓜 那你还有几十款不同类型的食材,是吧 一个机械式,一个重复式的动作,你又要靠你的专业,你的首位 那些刀工的东西,要慢慢训练的这些 不能说,网上你看完或者什么,你看完你都要慢慢去学 你慢慢训练,你才有这样的工艺出来 所以说我们这些职业厨师,你在那个职业厨房 你感受过,经历过,那你就会明白很多东西 所以,你看我煮食,我是没怒用,也不会说我日常出去玩那样 很轻鬆,有少少去玩很轻鬆,就是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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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说很多周星祠的笑话,我日常烹调,我真是很少的 在家里做吃,也是轻松松的,但限于我自己在饮食業 都是经历了很多,有开心有不开心,有高有低,高山低谷,高山低谷 整个过程当中自己都是很开心,感受很多,见尽很多人,人情世故 在吹翻三宗饭,现在三宗饭发展得很快 我深信我们的三宗饭可以开上去北上,因为许上高那些东西没什么 又便宜又多食物,国内没什么,许上高那些工友想吃便宜些 因为太腍,但他们很喜欢,那些猪脚饭做的皮很重, 那些猪脚一定要咬口才好吃,他们这些做不到, 还有讲回我们三宗饭,现在香港的饮食业, 还有很多现在香港人回到国内消费,国内吃东西那些, 我都有上去吃东西的,上去吃会吃些什么呢, 会选择些鱼窝食,会选择上高那些烧烤放蹄, 有看我之前去桂林,是否桂林,我都有吃过一个放蹄, 他都是不错,上高就比较便宜,还有味道他都是做得不错的, 但至于你回上去,你要吃一些很好味的烧味, 或者是吃不到,一定要在香港吃, 那你回上去吃,如果是蓝鲜信的,你不用说了, 你一定是吃鱼的,你回到上去就能信, 你不吃鱼就浪费了,第二个要吃就是吃鵝, 我吃鸭,你一定要吃这些,通常一些漂亮的鸭, 你出不到蓝鲜水一带,在那里又被人吃光, 因为他自己有个地利,很多时自己有个养殖场, 自己有鱼堂,即使餐厅都好,大家看我之前去上去顺德, 吃那个炊肉玩火锅,几大个池, 放行水,放行水,在那里钓水,将鱼, 在上高没有东西的,地方大,租金便宜, 人工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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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做鱼生火婆的东西,你说你多厉害 上高,你请师傅回来,那个师傅只是做一件事 好像之前那个师傅只是在那里煎豆腐 他整晚都在那里煎豆腐,请师傅回来,晚上就煎鱼嘴 做个鱼嘴,你有什么办法不好吃,或者什么 但他上高做得很好吃的东西,但他做不做到我们自己 香港很好吃的东西,例如烧尾 你回到深圳都会知道,现在在深圳关口有很多 我买的烧肉,买很多鸡,买很多烧鹅,或者什么 现在的烧味比以前好一点,以前更加不行 现在就好一点,但好一点之余 你说那些烧肉很不好吃,一定没有香港的烧肉不好吃 香港那些烧肉我们怎样好吃呢,原只烧猪,烧出来有骨有腩 他们上高那些没有骨,骨都不知道在哪里,只有一块皮 只有一块那些,只有一块脆字,吃一般般,你说未吃过 你可以试试,但你试完一次很想吃,又不会很想吃 不管你现在回到国内,深圳消费都是一个主流来的 主要就是说香港招呼不是太好,主要都是这一样东西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那个饮食文化有一些转型 很多时我们都会买些外卖回家吃,或者现在这些外卖 不单是三宗饭,现在很多那些老水,可能鸡 那些都是奇门如是做到的,都是买外卖回家吃 那为什么?不可以去堂吃,是开心很多的 有时在国内上高招呼就好一点,对吧? 好似上次去东莞那间酒店的自在餐那些师傅就好另类 在国内就好少见了,这么有自己的性格 他都还在国内那些生存到,因为国内那些没什么的 他对那些严工都很严谨的,因为没什么的 你的态度不好,你如何吸纳别人的外来人士上来吃 现在很多人都说回上去国内消费,国内买东西 上去国内超市买东西,我说没有的,上去吃吃东西我又会有的 你说会不会很欣赏现在上高的国内商场呢? 都一步一步一步,有些做得挺好的 深圳汇展中心附近,很多商场,很多食肆做得不错 Coco Park那些都做得好,很生泳,你走外面很开心 但你千万不要去厕所,我可以跟大家说 现在国内的商场多生泳都好,哇,你一去厕所 真是灾难性,第一厕所,小到无论 一个商场十几万呎,一个厕所,第二厕所 你真的要出地图行拍机都找不到的 为何要去厕所又要找地厕所,里面很小的 里面蓝赤的,柯尿可能只有四格,座翅 不是没有座翅,是摸的,摸摸的有两格 这么大的商场,进到去 但你未进去之前,在门口已经有十多人在 你未进去,你未爬到队,你差不多云了 里面上高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不会有人说的 因为香港人很有趣的,一包他一喜欢那东西 说知你在吃什麽呢,对我来说没什麽大影 但我们不可以的,我们就见到,是可以就行 那麽漂亮的商场,那麽小的厕所,有没有搞错 对吧,蓝赤都未灾难,最灾难是什麽呢 女赤嘛,不过不要紧,逢是女人 都是外星人的特杂来的,那些隐耐性那些打别强 女赤那些更加离谱,因为你一定要进去摸的 那你又进去摸就怎麽了,通常蓝赤 你在外面排十多个,女赤又排几十个 你不要假期上去,这些都是对自己上去一些 国内有时上去玩,或者上去吃东西 我通常都很少,很少星期六日上去,很少 那麽尽量就走上去,那麽次都是有感疑法 香港是没得否认,都是结业,结业再结业 那些就做了三重犯,现在三重犯很英彩的 哇,士汁精大善,黑脂肪骨,炒烟都有 但比正常那些就加少钱了,怎麽会吸入那麽多 这些,有得给你选择,当然,喜欢吃东西的或者什麽的 你最终,你最终,你会吸入那麽多这些 有得给你选择,当然,喜欢食物的或者什麽的 你都会去厨房,好像我经常都说 现在有很多食物,出去拍,每个都吃得很清高 哇,那些食瓶,哇,真是流利到不得了 我出去玩了没有 有人说,星星,你出去,都不见你讲那些食瓶 那些食瓶,烹饪里面讲很多 这些烹饪里面讲烹饪细节或者食瓶 外面的食家讲不讲给你听 当然讲不了给你听 因为那些食家,他永远不会入厨房那麽 是吧,在我们的职业厨师看一边 永远不会入厨房那些食家 你永远会站在一个道德高地那裏 但你这个高地,你只是在一只老鼠,老鼠尾的位置 老鼠尾的位置,老鼠尾有多大 是吧,丁屎那麽多,很渺小 当你一个人喜欢吃东西,很多都是 你从而就会进入厨房 我以前在西贡组,很多有钱佬,很多大客人 他们喜欢吃东西,最终自己去学习厨 买一些漂亮的材料回来,自己在家装 自己在家装有什麽好似呢 你吃完不用口干嘛 当你吃完一个三宋饭,嘩,喝半支冰水 你在家装喝半支冰水 未算灾烂,最灾烂是什麽 你在深圳吃完一千村菜,喝两支冰水 都顶不住,因为一方水土一方人 他们上高都习惯了那些味道 什麽都不要理,先放一盒尾蒸 什麽都不要理,先放两壳油 我们那些广东我们也吃不惯 最终都是回来自己做,自己做又会比较適合自己口味之余 而且你做东西就很有趣,当你做了那样东西出来好吃 然后你又做,做给家人吃,它又好吃 家人又介绍亲戚朋友来吃,你做出去 那些亲戚朋友就赞你好吃 那种成功感非不默去形容,这些都是近期 我拍了youtube之后又出去玩,遇到很多网友 他说回我听,做了这些小朋友喜欢吃,亲戚朋友吃得几开心 那你主角都是你自己 因为不吹太远了,我又做了凉瓜炖鱼汤 这个鱼汤大家就拥慕以待,下条影片再跟大家吹过 喜欢三宿泛的网友,请点赞,喜欢上深圳消费的网友,订阅职人吹水频道 如果喜欢在家里煮食,麻烦你加入频道员继续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多谢收看,下条影片再跟大家吹过,拜拜 喜欢就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帮我星星分享下,追踪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拜拜